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启并称明珠诗文三大家 他以鬼谷子的秘术纵横摆脱 以诸葛亮的谋略 应酬帷幄 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辅助朱元璋 击败元朝蒙古统治者 简密列强 得成第一 刘伯温功成身退 回到家乡清田 又巧悉躲过朱元璋和奸相胡为庸的毒害 便改着道士装束 悄悄离家 游历江湖 成为江湖的一大欺人 刘伯温之师 既在为当时铁灌道人当中 也曾指点过明太祖 刘伯温一生数数及修炼绝学 当为道家高人所传授 在我国浙江金华有这样一个村落 村落内部现存 宋元明清古建筑1027间 古代建筑木雕 砖雕十分精致 巧夺天工 文化底润深厚 使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密切融合 休闲旅游的圣地 这个神秘村落就是渝园太极星象村 渝园是我国唯一的太极星象村 千百年来渝性村民生活在这里 辛勤劳作 村庄看起来也并没有和其他村落有什么不同 但是偶然的一个机会 有人坐飞机经过渝园村的上方 往下看了一眼 顿时惊呆 村州十一道山岗与太极阴阳语 构成天体黄道十二宫 八卦型牌面的二十八座藏楼 对应星象二十八秀 七口池塘和七口老井 呈北斗状分布 而渝氏宗祠正好位于星斗之中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太极八卦图啊 此事一经传开 便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人便进村找村里的老人打听 这一打听就听出个传奇故事来了 渝园村的先祖渝来和刘伯温是好友 渝囊一生淡泊名利 远离世俗的纷争 一人隐居山林 刘伯温也非常敬重这位品质高尚的好友 即使渝囊当了高官也一直和渝来保持着联系 刘伯温是在江青田现任 每次回家都会经过渝园 因此每次回家的途中都会在渝园休息一晚 当时的渝园民不撩省 温义贫发 汉澳交替 刘伯温自幼学习千文地理 在水理工程方面的造诣也非常高 他将渝氏家族案 星象牌自备 位于渝园村设计了太极星象图 并指挥村民改村后直溪位取溪 以溪流为阴阳于界限 设立太极土地形 同时设立了村庄建筑的星象八卦布局 渝园村从此安然无视 现在渝氏香火已传至第二十八代 村中两千多人基本都是渝姓 目前是我国渝姓最大的村落 渝园村的布局都十分有讲究 甚至连一棵树的布局的位置都是有说法的 动不得 只要一动风水就会被破坏 而破坏风水的人也一定会遭天谴 据说解放初期 有人想填掉村子里的一口井来盖房子 只要一填完就遭遇火焰 挖开火就灭了 只得挖开 如是三番便再也不敢造似了 渝园太极星象村至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科学也无法对其做出解释 自从刘伯温该西设太极河之后 渝园村六百多年来未曾发过一次洪灾 商座楼边有口井被称为气象井 天晴的时候水便能清澈见底 水便浑浊了就注定要下雨了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是元梦节 这天新将习雨 即使大汉年头也不例外 更令人惊奇的是 从此之后 渝园村汉闹无鱼 村泰民富 在明清两代便富甲一方了 而且渝园此地出了二百六十余名 被更多的人认识到 他对现代社会的专家也起到一定意义 渝图是我们给你最好的陪伴 好文章 文章好 值得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ищ doors的 我本身 Gotiro